在狄庆藏族四聚州 香格里拉的纳帕海 平均海拔3266米 这里也是黑井鹤等候鸟的 月冬栖息地 早晨太阳出声 湖面渐渐亮了起来 清澈的湖水 搭配着清晨的微风 和疏疏朗朗的天空 四月初的纳帕海 刚刚褪去了冬日的寒冷 能够从我们身后 渐渐变绿的山色 和还没有融化的雪线 看得出来 这里的春天 正在努力地追赶着冬天的脚步 渐渐到来 我们这一次来 是来寻找一位 平时很难见到的朋友 他叫做黑井鹤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 生长和繁殖在高原的鹤类 这几天 它正在纳帕海 享受着这里的春光 再过几天 它就要往北飞 去寻找它的繁殖地的 所以趁它还没有走 抓紧时间出发吧 纳帕海藏语称为纳帕错 意思为森林背后的湖泊 它距离香格里拉城区 只有八公里 二一四国岛 从它旁边经过 纳帕海总面积 约三十一平方公里 是一个东春梅草垫 下秋为湖泊的 季节性高原湿地 源自周边雪山的 纳区河 乃滋河等 十几条溪流 是它的主要水源 纳帕海的西北角 有九个自然形成的落水洞 湖水从那里泄入地下河 潜流约十多公里后 再从山体另一面的山洞中流出 最后汇入金沙江 纳帕海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 七八月雨季时 整个纳帕海是一片水的世界 冬春季节则湖面缩小 沼泽变大 独特的环境和条件 给候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地 我们现在坐上了船 准备乘船深入纳帕海的中央 去寻找黑井河了 它就是在这个 再往前方的这个沼泽当中是吗 对 它应该在水中间 是那个宇宙 是高于水面的一些那些地方 是我们去一定能看到吗 还是要碰运气 一定可以看到 所以它在这儿会逗留很长时间 它每年三月份 那个十月份到这里 然后最早的是三月底离开 最晚的要到六月中去才离开 所以这个时间它比较稳定 每当冬起枯水期 纳帕海都能吸引上百种 几万只鸟类 暂次跃冬和落脚 黑井河就是其中之一 它是世界上唯一生长 繁殖在高原的河类 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在中国由于受到有效保护 以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由宾威降为异威武中 每年春秋季节 大量候鸟沿着横断山的河谷 与山脉南北迁徙 成为中国西部一条重要的 候鸟迁飞通道 纳帕海正处于这条通道的节点上 有很多赤麻鸭 也在那边 赤麻鸭 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 我之前在渤阳湖那边也拍到过赤麻鸭 赤麻鸭的体型比家鸭稍大 因为群身长赤褐色 赤上有明显的白色赤斑而得名 这种艳形木鸭科动物 主要栖息于草原 湖泊 农田等环境中 以水生植物 以及昆虫 鱼虾等动物为食物 在我们的拍摄过程中 一只黑罐闯入了我们的镜头 我用一下您的望远镜 你看黑罐的样子是这样的 全身都是黑色的吗 体型和黑一盒差不多大小 但它看上去 我们现在在远处看是 基本上是黑色的 但实际不是 它是一个五彩的鸟 它身上有金属的光泽 那种泛着荧光 泛着蓝色的光和紫红色的光 你看到没有 黑罐又叫乌罐或锅罐 它在中国的珍稀程度 并不亚于大熊猫 这种羽毛华丽 替它优美的大鸟 有着超强的飞行迁徙能力 在欧亚非大陆都有分布 在中国 黑罐的种群数量 估计是有一千多只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黑罐性情激紧 靠近比较困难 我们只能远远地拍摄 忽然一群大鸟从不远处飞起 我们终于发现了黑金鹤 哇 起飞了是吗 对 飞走了 哇 好漂亮啊 但它们飞得不高 飞到那边的那个 好像也算是一个沼泽 有十只 有十只啊 是我们的原因 它们受到惊扰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距离 还是稍微近了一些的 看来今天这个鹤 还是保持一个 比较相对警惕的一个感觉 但它们没有飞太远 再靠近那个时候 我们还可能控制在 那个七八十米的距离 去拍摄 去翻车 黑金鹤是纳帕海 主要的保护鸟类之一 1876年 俄国探险家在青海湖边 踩到了黑金鹤的标本 动物学界才知道 青藏高原是它们的栖息地 黑金鹤属于大型社群 体长约1.2米 全身灰白色羽毛 头上有稀疏的发状羽 头顶裸露的红色皮肤 在阳光下看上去非常鲜艳 它的颈部大约三分之二为黑色 所以被称为黑金鹤 黑金鹤和单顶鹤非常相似 区别在于单顶鹤的头后部 和身体羽毛均为纯白色 黑金鹤是一个高雅的鸟 它的鸣叫 它的行走的姿态 它觅食 它们之间的行为 都是那种高贵的气质 然后它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集群一大堆 然后出去的时候 它是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离开的 它们白天就看好了 我昨天在这儿发现好事物 我今天还去那地方觅食 所以一个家庭 或者是两三个家庭 那么飞过去 这样听来黑金鹤是 又聪明又有个性 而且还非常爱美的一种鹤类 黑金鹤走起路来 昂首挺胸 不服均匀 优雅收展 嗓音高昂 它每年十月下旬 到达那帕海越东 来年四月份离开 目前已知的黑金鹤 迁徙路线有两条 一条由四川省的 若尔盖 至贵州省的 威宁曹海 直线距离约800公里 另一条由 青海玉树的龙堡滩 至迪庆的那帕海 直线距离约700公里 一般的黑金鹤 都会下两个蛋 如果这个食物非常丰富 那么两个小鸟 都活得风力要好 食物如果不够的话 然后两个小鸟 就会相互打架 其中一个 就会把另外一个捉死掉 而他的爸爸妈妈 这个青鸟不管的 这是自然竞争 孩子们之间的竞争 对 孩子们之间的竞争 云胜裂胎 黑锦鹤求偶时 伴随着跳舞和共鸣 熊鸟和死鸟 彼此有进有退 轮流跳跃 起应有序 鸣叫声响彻云天 堪称一道难得的景观 黑锦鹤是杂食性鸟类 以植物的叶 根精和种子为主时 偶尔也吃鱼 蛙等动物 彭建生说 藏族人民信奉佛教 对黑锦鹤十分喜爱 在藏族长篇史诗 《格萨尔王传》中 就有仙鹤担当信使 旧人脱离危难的叙述 人们把它看作神鸟 按照它的叫声来预测天气的变化 环顾四周 在远山和草原 牛羊和蓝天的映尘下 这片湖水显得更加宁静温柔 散落在岸边的藏族村寨 与湖上起舞的水鸟 组成一幅完美的画间 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藏族人民真爱生命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 共同构筑了这处 人与候鸟的理想家园